网上的学校朋友们大家好 每次进步一点点 这次我们来介绍的是第五章个人所得税 它也属于比较重要的章节 但是肯定没有企业所得税 没有增值税呢重要 它有点像流转税中的消费对相对于增值税来说 那它就相对企业所来说 它是稍微稍微那么不重要一点 它是近十年它的平均分之十分左右 所以呢它呢也是相对比较重要的章节 但是不是最重要的 必须要拿下 从考试题的角度来说 单选多选 那么主要是计算回答性问题 一种可能考的相对多一点 那不排除综合体力有考的可能性 但是相对企业所需呢 它的考评性要降低 就是大家知道这么一个情况就可以了 个人所得大家学习起来感觉 它怎么比较乱 确实呢 因为咱们的收入来源形式比较多 对不对 那么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大家注意学习的时候呢 就要注意方法了 所以 那蛤蟆 为了方便学员理解记忆 本章的讲解 没有完全遵循教材的结构 但是教材中有的 杨老师都会给大家讲到 对吧 当然呢 非重要的考证 我会屏蔽掉一些啊 适当方计 也是一种胜利嘛 对吧 但是这个 大家一定在学习的时候 要跟着我这个结构走 就能够满足考试的需要 首先我们来解决的 第一个问题 还是谁在缴这个个人所得税 那就是纳税以为人的问题了 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这句话 说包括中国公民 个人 你记住这个税种名叫个人吗 个人所得税 针对是个人所得缴税 所以中国公民 然后个体工商户 个人独自企业 然后呢 合伙企业 大家注意啊 哎 这就跟前面的呼应上了 企业所得税说了 你叫企业的个人独自企业 合伙企业 不是企业所得税 纳税人 这句话听啊 说个人独自企业 合伙企业 不是企业所得税人 纳税人 那能不能就说 说个人独自企业 合伙企业 是个人所得纳税人 不能 哎 刚才实际上我读的时候 故意漏了几个字 耳朵尖的同学 那你可能感觉到了 就是我刚才读这块 说个体工商户 个人独自企 说合伙企业 我没有把投资者读出来 哎 这个是很关键的点 很关键的点 有时候是这样的 我讲课的时候 有时候我会口述一些东西啊 大家还是要认真听讲的 我这个扯闲片的话不多 偶尔的话讲兴奋了 或者说我怕你听累了 扯个闲片的很短 大家注意听就可以了 有些东西没有必要非得点 有些人说老师这块这么重要 为什么不讲些原理呢 不要为原理所累 有时候懂了原理的 发现费了半天劲 其实一记的话 就多读那三遍 就都记住了 对吧 所以这个还是要在效率和效果之间 找到这么一个平衡点 是吧 那么这个呢 就是大家注意啊 你平时看书 可能看不到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因为合伙企业 它不是一个独立的纳税人 我和你 对吧 那么成了一个合伙企业 注意赚了一千万 那这个合伙企业 它能说交完税以后 再给咱俩分 你分多少我分多少 那就是税后的分配 不是这样的 大家注意啊 合伙企业是什么 是先分 后什么 后税 这句话 为什么敢在这说呀 为什么敢在这说 敢在这写呀 因为我们在企业所里 说过这个问题 是吧 当时我们举例了说 我是个人 你是个企业 咱们成立一个合伙企业 也是先分后税 然后两协 记着吧 是吧 那么然后 如果两协没有 比例 比例没有平均 有印象 跟这就呼应上了 这就呼应上了 所以合伙企业 它不是纳税 是合伙企业的投资者 为什么 因为它先分后税 分到脑子下边 咱俩都是个人 分你 你教你的个人所得税 我教我的个人所得 所以这块 这个细节问题 大家要能够知道 那接下来就是 在中国 有所得的外籍人士 包括无国籍人员 港澳台同胞 那当然也要作为纳税人 有来因中国经理所的 这就没有什么说了 所以呢 这个 要是唯一的考点 就在这 这就到位了 这就要复习到位了 对不对 好了 那接着往下研究吧 在企业所得 咱们说过了 企业所得分人呢 你看我们都见着 下太子眼是吧 你增值税率也分人 一般那是小公 那是管理方法都不一样 企业所得也分为居民企业 非居民企业 那个人所得也分人 它分什么 它分为居民个人 和非居民个人 你叫企业所 就居民企业 非居民企业 这叫个人所 叫居民个人 非居民个人 那么它的区分标准 是什么呢 我们企业所得也叫什么 叫注册地标准 和实际管理机构的标准 对不对 那么我们的 个人所得理是什么呢 是住所标准 和居住时间的两个标准 然后把它区分为 这么两类人 居民纳税人 和非居民纳税人 怎么区分 咱们先别说 咱说说为啥区分呢 这个我们在企业所得说过了 因为他们的纳税义务不同 我们的个人所得的这种区分 也是因为他们承担 不同的纳税义务 因此因而 它也要进行居民个人 和非居民个人的区分 那咱就来说说 他们的那个纳税义务 有啥子不同呢 居民个人承担 无限的纳税义务 那么我们有了 企业所得税的基础了 所以翻一下 也就是说你如果判定为是一个居民个人的话 那么他来云境内的 还是境外的 那么都要向中国政府交税 没问题 对不对 境内外都交 当然也有同样的问题了 他在境外挣的钱 境外的政府已经跟他收了税了 你中国政府还想交税 那不重复征税怎么办 没关系 我们在国际税收 这有什么 有个抵免的问题 境外税收抵免的问题 对不对 会避免重复征税 企业所得税也有这个问题 个人所得也有这个问题 我们在第十二章 国际税收 会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讲解 所以不要着急 不要着急 有这么一个认识 就已经很OK了 这是居民个人 那非居民个人呢 那当然他承担的是 无限的纳税义务 对不对 那他仅就来与中国境内的所得 向中国缴纳个人所得 他就不像企业所得 是那么复杂了 有机构的 没机构 没有 他就很简单 承担有限的纳税义务 好了 那么这样呢 我们通过跟企业所得是类比 如果你听到说 企业所得这块都忘了 那赶紧回去看企业所得 这块跟随先暂停了 如果企业所得 掌握得很清楚 这块其实非常好理解 对不对 好了 那么接下来咱们来看看 这两类人是根据啥子 进行区分的呢 刚才说住所标准 和居住时间的标准 是不是 好了 那咱们就来说说 居民个人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看 是在中国境内有住所 好 那这时候他说 或者 那就是说满足这两个条件中的 一个就是居民个人 对不对 那好 咱们先来说 第一个就是在中国境内有住所 那啥是住所呀 我是无房户 我是中国人 托托是中国人 生在中国 长在中国 出国都没出国 但是我无房户 是不是我就在中国境内没有住所了 不是这样的 这里边大家注意 所谓住所 注意它不等于住房 又一个不等号 不等于什么 跟你房子没关系 是啥呀 是老婆 孩子热炕头 理解一下这个概念 什么意思 就是因为你的户籍家庭经历利益关系 而在中国境内习惯性居住的这些人 那你像纯粹的老外 他可能有来于中国境内的所得 那他的习惯性居住肯定在国外 比如一些港澳台同胞 对不对 都属于什么 在中国境内没有住所 所以这个住所跟住房没有一毛钱关系 你比如 来我就到国外去做访问学者去了 或者我留学一段时间 游学一段时间 是不是 那这块大家注意了 我的习惯性居住在中国境内 那我还要怎么的 还要属于这个居民个人 境内外都要向中国政府缴税 我说我呢 对吧 这个大家注意 是吧 那么这是我们说的一个住所的理解 理解万岁就可以了 不需要去背 不需要背 好了 那么有住所我们就知道了 然后接着说第二个 或者没有住所 没有住所 但是一个纳税年度在中国境内 累计居住满183天的个人 那么这会儿我们一般复习的时候啊 对吧 他肯定把183天作为这个问题的着眼点 对吧 我们初级是这样的 但是你作为注册块 是请你注意 183天是必须记住的 但他没有分 对吧 他的彩分点是什么 待会儿会数183天 这跟初级的要求完全不一样 待会数183天 对不对 好 那怎么数呢 大家看看 我刚才说的 或者叫文件说的是 无住所 一个纳税年度内 在中国境内累计满183天 我可没有说 在中国境内居住满183天 而强调了什么 一个纳税年度内 所以会数的关键点是在怎么正确理解 好 你看 这是要求我们说 要会数 强调一个纳税年度 然后他说了 在中国境内居住 是吧 那这个境内就是中国大陆地区 那么注意 我们不包括港澳台 是吧 从说法的角度来说 港澳台 视同于这个境外 是吧 所以大家注意 在会数 这个问题 那怎么叫一个纳税年度内 我举个例子 好 那比如我今年7月15 来到中国境内 这个印象深刻了吧 听着都很害怕 7月15是吧 我给你们讲过这个笑话吧 就我们以前有个浴血网 现在也有 但我们路客室原来公用的 现在不知道他们到哪路去了 就挫着一个白大褂 有一次我突然间讲到7月15的时候 就白大褂吧 空调一吹 掉了 小子当时身上都出汗了 7月15 我今年7月15来到中国 我到了第二年多少呢 5月15号离开中国 那你看你 7月15 8月9月10月11月12月 对吧 然后到明年5月等号 或4月等 那肯定超过183天了 对不对 但是请你注意了 他没有满足一个纳税年度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中国的什么会计年度啊 纳税年度啊 都强调的是自然年度 所以这块大家注意啊 那么换句话说 就是刚才我的案例中 我是一个老外 那么我今年1月1号到12月31号 没有居住满183天 7月15号来中国 8月15 9月15 10月15 10月15 12月15 刚五个多月啊 对不对 没有满183天 所以我今年不是居民个人 明年4月15号走 5月15号走也好 他也没有在明年的1月1号到12月30号 居住满183天 因此因而他这两年 一年 我怎么讲讲就他了 我这两年一年都不是居民个人 听到吧 可能我一个爱国心 对吧 那这块大家注意的一些细节问题 在我这个扯皮的这个小颗里边 都要给我记住 就可以会操作 所以我们强调 无住所而一个拿税年度 在中国境内居住 满183天 累计居住满183天 所以这个大家要能够注意 是吧 好一个拿税年度 然后我们强调了 你不说这块 像这个无住所主要就老外吗 无住所满183天那条 那就老外 那可能他频繁的进行来走来走来走是吧 所以我们在计算居住天数的时候 按期一个纳税年度 在境内 也就是1月1号到12月31号 翻译一下是吧 实际居住的时间确定 无论你出境多少次 我都要掰着手指头数 只要够了 就判定为 你是什么居民个人 或者刚才案例中的 我是居民个人 都一样 没有讲糊涂 对吧 能够知道这个 你也好 我也好 对吧 那么会的都好 对不对 大家要能够注意 要能够注意 好了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可以小结一下了 说这个居民个人 实际上就两类人 第一个就是 在中国境内定居的中国公民 比如说杨老师 对吧 或者是老外的侨民 但不包括 具有中国国籍 但没有在大陆定居 而是侨居海外的华侨 港澳台同胞等等 对吧 另外一个呢 就是什么呢 你1月1号12月30号 一个纳税年度内 在中国境内累计居住满183天的外国人 或者是海外乔包 或者是港澳台同胞 主要指的就是这些 直到一下就可以了 好 这是居民个人 那非居民个人又是啥样呢 他跟居民个人是对应着的啊 什么 首先前提 肯定是无住所又不居住的 那这个可能是非居民个人 没有住所 一天都不来 那要是跟中国一毛钱都关系都没有 那肯定不是咱们的纳税人了 你有来中国境内所得了 你纯粹的老外对不对 那根本就不来中国 没有发生一点经济往来 那怎么可能成为纳税人 那非居民个人的前提肯定是纳税人的分类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啊 就是什么 无住所又不居住 然后有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 这是一类 对吧 你比如说你老外吧 专利租给我们用了 等等等等 对不对 好了 那么还有一个也是或者的关系 或者什么呢 或者无住所 然后一个纳税年度 1月1号到12月30号 在中国境内累计居住什么 不满183天 那就像刚才举例的我似的 今年的1月1号到12月30号 不满183天 我不是居民个人 那我是什么 我是非居民个人 因为有来源于中国境内所得了 对吧 然后呢 怎么的 哎 明年 那也是 这个道理就跟刚才对应上的 例子是一样的 这时候产生了一个问题 刚才我们实际上 已经有的同学 听到这会有这个问题 说您说这个居民个人啊 在一个纳税年度内 无论出境多少次 那么都要包括去手指头去算这个183天 那你想了你说我上午在韩国呢 下午在中国了 那这一天到底算不算183天 那我这个老来老来老来的话 那这个时候就有可能说把这个东西算进去了 今天要算的话可能就是超过183天了 不算可能没超过183天 那这时候纳税人的纳税义务就截然不同了 你居民境内外都交 非居民境内交 境内所得才交 所以这时候你会发现 我们再设立一个规则 就是这个居入天数 当存在入离往返的时候 到底怎么算 所以这块呢 我们是这么规定的 无住所个人一个纳税年度 在中国境内累计居入天数 按照你在中国境内累计停留的天数计算 那么这个居入天数干什么用的 就是在判定身份时用的 是不是啊 那么身份定了才知道你的义务是什么 到底是居民的境内境外 还是非居民的境内 那这个时候我们规定是 入离往返的当天 你在中国境内停留的当天 满24小时的 计入中国境内居入天数 那么如果在中国境内停留的天数 不足24小时的 不计入居入天数 这个很重要啊 你比如国家社会总局有这么一个配套的案例 我给你口述一下啊 那么我这个铁板中也有啊 你先别看了 可以听一听 什么呢 这个李先生 他什么香港居民 他呢工作单位在深圳 那么他老婆孩子的炕头 他都在什么 都在这个香港呢 他是这么做的 每周一早上来到深圳上班 煮一 周一早上来 说明周一他这一天 是不满24小时的 然后周一晚上呢 住在什么 大陆了 然后周二 周三 周四 勤勤恳恳的工作 也住在大陆 那么注意啊 周二 周三 周四 就住了三天 就住了三天 那么周五晚上回去 说明周五这一天 也不满24小时 所以根据我们刚才的分析 李先生他这一周 那么在中国境内居住的天数 只有三天 满24小时的只有三天 二 三 四 那这时候全年52周 乘以三 三五 一百五 对吧 一百五十六天 左右吧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你注意了 他肯定不满一百八十三天 所以李先生的结论是什么 是居民个人 还是非居民个人 不构成居民个人 是非居民个人 哎 你看看 这句话就变得很重要了吧 如果说我们的规则改了 假如改了 说是吧 你只要说屁股着在地儿了 那就算了 那这个就不一样了 那这一周就五天了 五乘以52周 250天了 那就是居民个人 但他这个很显然是不构成居民个人 这样的对判定 他的身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那么他们的纳税衣服 就变得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们也可以总结一下 非居民个人实际上 只能是在一个纳税年度中 没有在中国境内居住 没有居住 或者在中国境内居住 天书累计不满一百八十三天的外籍个人 对吧 只能就是这样 包括什么华侨港澳台同胞 知道一下就可以 这样就更形象一些 然后呢 带来一个衍生的问题 什么衍生问题呢 企业所得税率也有 您老说境内所得 境外所得 对吧 那我们在企业所得 有个相对比较重要的考点 就是什么 所得来源地确定 当时我还忍出了 软升三兄弟 利息租金特学使用费 考你们一下 什么作为所得来源地 含糊了 那你就在合理的推断 说这一张 我切锁的这张 可能有很多点 我都忘了 赶紧重复复习 我们的考试就是要不断的迭代重复 适当联系 明白了吧 好了 恶心一下 记得不太准的同学 回到我们这个问题上 道理一样 我们刚才在讲 个人所得税的 那时候也老在得不 境内的境外的 那么怎么判定境内境外呢 就涉及所得来源地确定的问题 大家注意 下面这些所得 我们不论支付地点是否在境内 那么这句话翻一下 就是当判断属于境内所得 境外所得的时候 并不看给钱的是谁 所以从个人所得税的角度 听我说这句话 从个人所得税的角度来说 所得的来源地和支付地 完全不是同一个概念 听明白了吗 所得来源地和支付地 完全不是同一个概念 不是同一个概念 你比如说境内所得 我是在境内所得 那有可能是境外老板给的 支付我这个钱 也可能是境内老板支付的钱 所以你看境内所得 就包括境内所得境外支付 境内所得境内支付 听着 这个我们后边会用到的 所以所得来源地和支付地 不是同一个概念 那么我们来看看具体是什么呢 说因为任职受雇 领约而在中国境内提供 劳务取得的所得 比如我任职于受雇于 境内的某个企业 我是老外 那这个时候 那么就要在中国境内提供劳务 那么就属于 有来源中国境内所得 那么这句话要翻译一下 就是这个 如果你在境内干活的话 那就属于有来源中国境内的所得 所以你会发现呢 这些东西 它有一个关键词 就是都要强调境内干什么 有个境内 所以你看我就是互联网家 我叫境内家是吧 境内境内 境内境内使用 境内 对吧 来取得等等 都要境内 所以它的判断 从文字的角度 很好判断 但是我们要为后续 做一个铺垫 就是我刚才说的 所得的的因子 和支付地 不是同一个概念 听听听ba 那这句话 我要再翻译一下 我后边还会用 说任职受雇于 而在中国境内 提供劳务取得所得 换句话说 屁股坐在哪 就叫哪的所得 对老外来说 对吧 你比如说老外 我来到中国 任职受雇了 然后我提供 劳务的所得 来源地在中国境内 这些话我们后边还会提到 还会用的 在这呢做个铺垫 以前年份我在这不做展开 我今年我觉得 我稍微这么一个渗透 就相当于跟后边一个 比较难点的问题呢 做了一个什么 做了一个广耳告知 做一个铺垫 可能效果就更好一些 对吧 那我们在讲课的时候 也在迭代 不断的这个迭代重复 不断的就是思考 就是说个题外话 你比如说 我这个基础班 可能只有50个小时 对吧 还超过50多个小时吧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呢是高度压缩 那课下可能每年 我讲了这么多年了 是吧 2000年开始讲了 今年23个年头了 那这个时候 我们依然要怎么办 要注意什么呢 就是 要备课 依然备课 那这个课下的功夫 比上课 你们看到的成品课 就要多得多 那么我都这样了 你也在这样 你是考生啊 你是第一次的成人 通不通过 最后的话 考核的是你啊 所以 你就要放大三到五倍 课下去消化 那么这里面包括 做题的时间 重复的时间 记忆的时间 考核的时间 等等等等 好了 那么说了个题外话啊 因为已经到了 我们课程的 一半往上了 对吧 一半往上了 那么这个时候 很多考生 有的啊 进行的很爽 有的进行的 已经怀疑自己了 所以我们越学越多 注意过了 就个人所在这个坎 就好了 因为我们的四座大山 都放在了前面 增值税消费 就解锁了 个人的目的 就是让你一鼓作气 一鼓作气 刚改教材结构 那一年的时候 我们原来我们这个 教材结构不是这样的 现在我们看到 是前几年改的 应该是有改三年了 当时我 我的这个上限是 要求是增值税消费税 然后关税 承建税 后来呢 我就又改回来了 还遵循这个我们教材的结构 主要目的还是要求大家 一鼓作气 先把这个大山给我砍 砍了 就是爬山 上午一早起来就爬 爬完以后啊 下午累了 就学点轻松的就可以了 这个呢 大家注意啊 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啊 就是 境内干 这是一个 然后境内用 就是把这个财产出租给 承租人在中国境内 使用而取的 一个老外 把他这个财产租给我了 承租人在境内 或者他又有这个无情资产 许可各种使用权 在中国境内使用 所以就要什么 我抽象了叫境内用 还有什么呢 就是转让境内的 不动产等财产 或者在中国境内 转让其他财产 那么就要中国的 什么境内的财产的转让 对吧 还有就是境内支付 从中国境内起事业单位 和其他组织和居民 各人取得了 利息补习红利 就是境内付 所以呢 这块我们来看一下 用不用备不用备 要熟悉就可以 为什么 因为像这样的 要考纯粹的文字性的题 那就是有提示性的 选择题 它是你只要熟悉就可以了 用境内加来解决 这个问题就可以了 所以这一讲呢 我个人认为啊 没有太多需要死记硬背的 重在熟悉 基本规定 理解就达到万岁了 然后能够进行居民 个人非居民 个人的这个区分 那么我们考试题 有这样的题 你能够用这个 一个纳税年度 这些小注意的词 然后会数183天 然后住所 去能够判断 李先生也好 杨先生好 约翰先生也好 对吧 马克也好 能够判断出来就可以了 好了 关了个人所得税 第一节的内容 杨老师就带领大家 学习到这了 我们下次课再见